那他的殊聖是應天時、應天運、應天命 那後雪今天就以一罐真傳的殊聖 然後何謂一罐道 還有真命真傳的殊聖 三寶心法的殊聖 以及道統的殊聖 來學習 那以下是後雪的解釋 那一罐真傳呢 是承接天命傳承 聖聖相傳的天命道統 那真傳呢 就是自古以來 活活為傳 本體,絲絲密覆之本性 說的是 是自古以來 聖聖相傳的一個大道 代代相傳的一個正法 傳授給有緣的眾生 讓有緣眾生點了內在的一個新燈 他找到了人性 所以 然後呢開啟我們有緣人的一個智慧橋 那指引呢 我們指引呢 他走向人生呢 邁向光明的一個搭檔 所以呢 我們說以前啊 以前的人要求道很困難 剛剛李登有說到 要千零把明師萬里求口學 那他其中呢 有很多有根基 然後有真功實善的一個人啊 他要求道都不行 因為當時呢 天使呢 道呢 是單喘獨送 所以呢 你再怎麼 優秀 也不一定可以得到 我們以子公為例好了 子公呢 他那麼優秀 他也感嘆 他說 夫子呢 文章可得文也 夫子之言信於天道 不可得而文也 這個呢 就是單喘獨送 口獸心獸之法 那再來我們說呢 蘇聖 一貫道真傳的蘇聖 他的蘇聖呢 是在於 非時 應時 非時不降 非人不喘的應運法門 那我們呢 我們現在所得的道呢 是先得後修 然後可以在家修行的一個法門 以前呢 是要先修後的才可以 那現在呢 我們不必出家 那也沒有年齡的限制啊 男女限制 更是沒有種族的限制 而且呢 我們也不必放棄事業 一樣呢 可以工作養家 然後不會有影響 那在家中呢 也可以設有火堂 那全家呢 一起修 同修呢 可以燒香啊 扣手 聊躍 那 晚上呢 我們一樣啊 也可以出來辦道 所以呢 我們是生在家 新出家 那以在家人的身份呢 辦出家人的事業 待法修行 這個就是我們白羊地址 最不簡單的一個地方 那 現在是白羊喜嘛 那我們有求到 我們都會 有在修辦的 我們都會說 我們是白羊地址 那 我們白羊地址的外表 跟一般人都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一樣有頭髮 一樣有家庭 那 沒有穿加沙 我們跟任何人 我們一貫 我們的一貫道呢 是大家都可以來修行的 大家都可以來修的 那 我們這裡有說 殊聖呢 就是我們 以前呢 就是 我們的師尊師母 從領天命 從領天命啊 辦理了三朝大事 那 當初呢 各地 都會有什麼 先佛顯化嘛 那去指點我們的 原胎佛子 來求道啊 來拜明師 那 所以各地會有很多的什麼 軟堂啊 在批育訓文 那指示呢 說什麼 大脈大道啊 聖脈相傳 要我們呢 要我們呢 在苦海中的一些 徒兒啊 速速地去拜明師 求大道 我們才可以呢 操生鳥事 那 再看我們今天的 道場呢 宣揚的一些 宣揚大道啊 大道真理呢 都是呢 天人共犯 天人共盲 那還有我們的老母啊 祝天仙國慈悲啊 他們都會怎樣 以前都會 現在沒有了 以前有戒竅嘛 開殺 那現在比較少了 那就是指點 米經呢 開示啊 印證了大道的尊貴 那這一期呢 很出生的是因為大道 像大開普渡啊 古渡山草人鬼仙 那這個如果不是說 非時應運 我們老天呢 慈悲 明師降世啊 傳承天命 不會有這麼神奇的一個 簡化跟驗證 所以呢 我們天天 先天大道的道場 辦的是天事 而不是 以我們人的力量 可以去左右的 去辦的道的 所以呢 一切都是有 竹天仙國呢 在安中的一個 班幫 那一貫殊聖呢 一貫殊聖呢 就是會在天使 天使的音韵 我們明師降下的這個音樂嘛 叫做印基音韵嘛 就是天使的一個音樂 印我們白羊 白羊音韵 我們說 如果一個宗教沒有天使 也沒有任何 是辦不起來的 所以呢 我們 的殊聖 是跪在於時期的音韵 那我們 要如何來證明 我們常常聽到說 來求一貫道的 威空都會怎樣 身軟無眠 面目紅潤嘛 各個都是成 彈響的一個面向 好 那這個是有很多道心都可以證明 好 走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